講仇恨動員這一塊 我們進一步來看 這個是王鴻威 他有朱立倫 然後還有蔣萬 一起陪著去登記 來逸川哥 那他說什麼 他 他要跟回西列說 我落跑這件事情 我要道歉 他要扯東扯西 他就扯說 王鴻威不是林志堅 我們國民黨也不是民進黨 我們開大門走大陸 對就是對 錯就是錯 我這次落跑我錯了 然後我要跟大家道歉 他要扯東扯西 然後呢 蔣萬在說什麼 你要補算就補算 看你要怎麼選 你要主軸打什麼都好 但是呢 他的主軸是 王鴻威絕對是 最適合的接替人選之外 他們在講 這個叫做 光明對抗邪惡的延長賽 所以民進黨就是邪惡嗎 他們現在還在打 這個仇恨動員 因為講我沒有把西方紫堂贏 國民黨的文化就是 如果要出來選 不就叫三公 不就叫五爺 不就叫九千歲 出來請嘛 說是 馬英雞要出來選 不是這樣嗎 就是去請嘛 這次你對頭到尾 就是王鴻威選 把整個這樣爭笑 就再一個請 那個請 黃建廷跟黃宇俊 又卡定會 把秦惠主爭笑 把秦惠主說 我要說 王鴻威可能不會選 你要準備就好 秦惠主輾轉難免 隔天就要無聊開會 雖然無聊都不贊成 可是無聊連立委登記書都給他印好了 他還抬 秦惠主再抬給他人說 阿波去申請戶籍成本 這都是張阿波發生的事情 今天阿波 今天阿波本來秦惠主要送 繡抗戰軍事 他張又出銷 他說我今天阿波要去登記 所以今天那個出銷 全部都傳到張媒10點 沒有人靠他 說什麼王鴻威要選 所以秦惠主現在很不爽 王鴻威是他的選區裡面 人員很壞很壞 我跟你說 選舉的時候 怎麼選徐曉欣 兩個選跟王家 兩個都在抗 徐曉欣說那個姊姊欺負我 王鴻威說你這個新人怎樣怎樣 兩個不跟王家 戴時親會聽嗎 現在有一個秦惠主出來 秦惠主怎麼會聽 你就王鴻威自己選而已 王鴻威你是中山區 你也沒有組織 中山區陳兵務的聽你嗎 葉林船的聽你嗎 聽你聽你 我跟你說 這次王鴻威出來選 他就對頭到尾就是 弄吳依農 要把他打到爛打到錯而已 我這兩天聽說 什麼吳依農是什麼 什麼黑道小弟 我奇怪吳依農 哪有什麼黑道小弟 吳依農不是去美國特色 在高聖做什麼分析師 回來之後又自己去做兵 國民黨的政績帶回來 快閃了還在做兵 吳依農去做特戰 引擎做替代役 做之後 你知道吳依農上面沒有選擇這兩年 做兩年都在幹嘛 一個中山捷運站 一個台北市的街頭 說什麼圍繞相擺的 就叫少年來都要敢說 全民國防 說我們的國家安全 那就是他關心的事情 你現在要跟他說什麼 黑道小弟 我實在是想都沒有 黑道小弟 國民黨總統前 宜蘭林之廟 分臨張立散 南投許書法 王鴻威你們問一下 又沒 又沒 你現在說人家政二代說人家什麼黑道 王鴻威這一場選舉 從頭到尾 他現在剩十幾天 我問你 12月25號 你王鴻威在那邊選調而已 12月25號到1月8號導賣 總共15天 只有15天的薪水要投出來嗎 你救出就開始領薪水 這15天你不在做議員 你都在拚選舉 15天的薪水交出來 你教委就要去導議長去宣誓就職 這樣有得利嗎 人家說你是老婆最強 我幫你算 韓國的 你應該做規定 早去宣布選總統 15天 王鴻威 議員要不就職 要去選議會幾天 負23天 你負的 你就要不就職 你就說要選 那些23號 就是說11月26日去跟求婚 求婚 人家答應說 好我嫁給你 叫我們12月25日去登記好不好 好 大家瞧20天 瞧12日要登記 現在26號現在12月2號而已說 不好意思 我又去跟另外一個人求婚 國民黨都沒有這個 現在什麼承擔 叫什麼王國會承擔 你如果不要承擔你不要承擔 很多人要算而已 什麼都要算 國民黨都沒有人 國民黨在這些選舉都沒有人 這國民很強 怎麼會沒有人 說我怎麼很厲害 都沒有人 不要假鬼假怪 靠這些三公五贏 九千歲去跟你搖槍 你敢出來選 現在選 我告訴你這次選 那些 侯友也都叫你收視 你如果選 有委員工數很多就對了 侯友也都叫你收視 我直接說 你如果選 六算數很多 我就直接說 侯友也你不要選 因為王國會是頭前給你看 落跑就是這樣 他要負23天 就是負23天 你落跑 所以侯友也我看你選 也是沒辦法 那如果按照朱立倫的心思的話 他應該是要讓王洪威選得不好看 那他才能夠那個白日猴 才能夠成功 對不對 朱立倫為什麼要讓王洪威選得好看 他們兩個有什麼關係嗎 也沒關係 對朱立倫來說 這張就是國民黨的垃圾時間 講我們這區的理會 教德力來說 講我們要說我要挺誰 我跟我們提一個 當時林家良選到台東市議員的時候 第一時間他就支持王國蘇 他就說王國蘇當時是 台東市議員 他說我就是支持王國蘇 王國蘇也是剛選上 來選立委 因為補選 然後這島就說 蔣萬安這島 是這島的理會選舉裡面 他對頭到尾都沒有說話 他說配合 配合當中央 今天去定期 看見蔣萬安 他對頭到尾都沒有表態 所以對蔣萬來說 他也不一定支持王國蘇 因為王國蘇人的實在是太壞了 你說到這個部分 我想說建議議員 你在那區 你們聽到風聲比較多 的確是王國蘇的人員很差嗎 然後跟其他議員的關係很壞嗎 應該說國民黨裡面 還是有分鷹派跟鴻派 王鴻威是屬於超鷹派 很閃 只要到政治的意思 鷹還說是老鷹的鷹 鷹 老鷹的鷹 不是你的鷹派 你不要想那麼多 超粗的 觀眾都聽到 最近剛選書說話要小禮 超粗的 超粗的超粗的 至於國民黨裡面 其實平常講 在這次議場選舉裡面 王鴻威這一票 可能會影響到他們兩三組人 要選舉的 那個所謂的假投票的部分 所以你說 中山區的議員挺不挺他 中山區的議員 你剛才點名的那個也想要選 所以他到底我挺他 你挺不挺我 戴錫金站在旁邊 我今天跟你騎台 我要挺你 雖然我票數中山區並不高 但我要挺你 那你議長這一票要不要投給我 葉林傳他本來就是副議長 他跟陳吉祥繼續配 那到底我葉林傳挺你中山區 你要不要挺我 其實王鴻威現在是個問題 你說到底大家挺不挺他 挺他 但至於秦慧珠的問題 我只能說 余生還有唯一的心願 想要再當立委的 不是只有羅書磊 秦慧珠嘛是 秦慧珠是立委沒選上 過來來選議員的 那以照這樣來講 我個人認為國民黨裡面 說要挺他的人 到底真的會不會挺他 是一個問號 王鴻威的人員好不好 其實我個人認為他是狗叫 狗叫 他在議會裡面 其實他只要自我的一個狀態在做 所以以照王鴻威的部分 我覺得這次選舉說真的 他要把它操作成所謂的仇恨值 對他不見得加分 但如果以基層 我不認為他會輸 但如果操作成所謂的仇恨值 再加上空戰 那空戰的部分 絕對是對吳營農有利 但以照仇恨值的部分 如果真的激起中山區的 泛育選民出來 那吃虧倒楣的還是王鴻威